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炒菜 蒸野 蒸茄子都是很好吃的 用过这类型的蒜头做炸蒜子 金银蛋浸时梳 然后我炸蒜子很难炸的 炸到焦了 外面焦了 里面就硬了 炸这些也要慢慢炸给你心思 有什么简单呢? 这次就简单了 为了特显这次炸蒜片的方法 我就在家室里打算买菜芯 怎料就买了芥菜 不可以说芥菜 芥菜加菜芯 很特别 芥菜芯也相当不错 不太久之前我都吃过一次 但那次我说白炸的 白炸就加些酸蓉豉油 淋上来吃 炸也有一个方法 就圆条炸 你不要切下去 但这次我们用生炒的方法去做 那这些菜芯回来呢 我们二纱一雪 然后开些水 生炒就炒不多 那我就大约炒到这里 那我们把它放进去 先浸 那买这类型的菜 我们买之前也要看看它 是不是干身 因为这些菜 它青绿干身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弄湿了也是一个重量来的嘛 这样回到这里 那我们就二话不说 就用水浸它 最少也要浸它30分钟 那接着我又拿回一些现成的蒜头出来 之前我做一些金银蒜 剩下的也是做那些 炸蒜子 金银蛋 时疏 剩下这些你日常用来的 煮菜也是相当之方便 很多网友留言都曾经问这个问题 过来街市找不到这些蒜肉的 那些市政交市 细心点走下 或者问一下 那些店铺 甚至乎北韩街街市 学上买平鸡那里 那里也有得买的 你说其他那些 一般来说那些 那些热闸不一样的菜档 它就未必有的 那你也是周围去问一下吧 那我们也很简单了 那我们就全部就把它切薄片 一片片就OK的 有些网友 那些行家曾经留言 就问卫星师傅 喂 外面 炸大量 我一次过炸几斤 这样切就有排斥了 哎 大家稍安无粗 你一次过炸几斤 那我们不是切的了 我们是用机器去打的 我们外面有机器 可以用来打片啊 你放不同的热门 有不同的厚度 那些片 可以用来打一粒啊 那些机器 好方便的 当然那些就是那些职业厨房 那那些职业厨房 你就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整部那些机器 或者去那些 油卖地 那些卖工具的店铺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 休息一下 那一般来说 这些蒜头 就一定没有你自己剥的那些 就没有蒜头味的了 那我们用来这些炸蒜片的 你说要不要冲水呢 我建议大家 最好就冲一冲它 你才炸 特别是你用来炸那些脆蒜片 但是这次我用来炒菜 或者轻轻炸它 那我就不做这个动作了 如果你说炸大量炸几斤的 你就把它剥掉了 就要再冲一冲水 然后就慢慢就 晾到干了 你就才去炸了 但是一般你要做到那些 蒜片很脆的那些 你也要慢慢炸 那如果日式铁板烧的那些 都是拿这些蒜头盆来 就这样切片 切片然后慢慢炸 因为它不是拿脆身 这些芥菜 菜心煞那间就差不多 浸了45分钟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清洗 这样清洗过程都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用一个手丝的方式就可以了 以前做私房菜这个 手丝菜心都是这个卖点来的 纯人手 纯人手剥 那 如果是手丝菜来说 有一个叫做手丝包心菜 就是相当出名的 因为这些菜 一个说是手丝 全人工制作 你不过刀 又卖点 那是不是好吃点 真的好吃点 我觉得这个 芥菜心 用来煮汤也行 当然啦 用来就这样去掉 然后就把蒜蓉豉油调上去 那样也相当正 或者是把蝗油放上去 那我们就在 在芥菜割完中 我们都是用一个刀的方法 全部都是刀上来 那在这边浸开之后 它是很容易洗的,它不是太骯髒 再过两转水 再过两转水后,在第二转水里看到水已经干净了 现在我们就把汁上来 把最嫩的叶子放在最底下 因为我们这间炒也是有些方法的 最粗的我们就放在表面 中间的就放在中间 你就可以把层次捡出来 我时尚也强调,烹饪煮食 都是讲方法,讲技巧 都是要练习的 当你练习到技巧,都是要练习的 最粗的就放在表面 生炒菜一定要炒干身 你会更好炒 当菜正在炒水之際 现在我们就把蒜片拿出来 这边就急不及待了 我们就开火 先烧热锅 我们就把适量的油放进去 然后容易滑不雪 把蒜片全部放进去 我们用一个中大火 把蒜片慢慢半煎到有少少金黄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一个中大火 放入半煎锅 在半煎锅装中 这个要这样移动 这样才能做到它的效果 因为它不是太多油 所以外面做 用很多油炸它 炸它 就容易拿捏 如果用半煎的方法 你不停地推著它 不然蒜片一不動它 一受熱 它突然間那邊就會焦得很快 所以我們會推著它 在推的過程中 你已經會聞到很香的蒜片味 你就準備好碗 待會那些蒜片 你可以先拿起它 這個碗可以倒起大部分的蒜片油 這些都很棒的 你明天做個意粉 用蒜蓉油拌一拌 甚至乎六個桂蘭米粉 拌完之後 用蒜蓉油和豉油拌一拌 都很好吃的 在煎蒜片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想蒜片做到脆身一點 你調慢一點火 慢慢火 讓蒜蓉的水分出來就會脆身一點 你說不是的 我又想吃蒜片有蒜肉味 我又不是介意它軟軟的 就這樣 它有微微金黃色就已經可以了 煎到它 大家看到了 一轉色它又會轉得很快的 這段時間呢 慢慢把蒜蓉都拿上去 晾乾油 它轉色會轉得很快的 先拿起它 把多餘的油倒上去 把多餘的油倒上去 倒上去 倒上大部份的油之後 我們就開一個猛火 首先我們炒了最粗的 先放上去 因為炒菜你不要一次過放太多 因為鍋的溫度是很重要的 因為鍋的溫度是很重要的 我又要聽到鍋要有聲 這樣才會做到效果 當最粗的框都給油份包住它之後 現在我們就 就落第二串下去 將粗框放在表面 我們慢慢炒 將粗框放在表面 把粗框放在表面 我們慢慢炒 這要求你弄個骨頭當中 你也聽到一點聲音 你就做到效果 炒菜都是你要看著生熟程度 當粗框又有一點軟身 将最后倒进去,这些放回上顶, 务求让它整体受越均衡, 一米可成就做给大家看看, 这里全部没有剪接, 炒菜过程当中全程都要用猛火, 炒菜将近熟后才调味,很快的, 这些菜捏得均匀一点,吸过去, 数着20笋差不多了, 这些时间拿调味料出来, 20笋找调味料也差不多了, 继续了,数到第几笋, 好香啊, 调高一点镜头,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拿去, 盖在调味料当中,让蒸气散发起来, 等待菜煮得均匀一点, 现在差不多了, 到最后调味,很简单, 放少许盐就已经可以了, 其他那些也不需要放, 现在就将蒜片放下去, 再炒兩三下,蒜片炒芥蘭菜芯,不是芥蘭,是芥菜,已經完成熄火,一起可成 當菜炒得漂亮,在中間呈現一點白色,這樣就炒得漂亮,現在就拿起上去 因為菜一過熟就會飆水,炒成鑊水就代表菜的鮮味全部被炒出來 放在水裡,一個漂亮的菜心,炒起來,邊有水在底下 到最後,其他蒜片就放在頂上 一起可成的蒜片,生炒,芥菜菜芯呈現眼前 這個方法不單可以用來炒芥菜菜芯,炒菜芯,炒白菜仔,每天都可以 也可以用同一個方法 喜歡吃蒜片的網友就給我一個LIKE 喜歡吃生炒菜芯的網友,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隻都喜歡的,麻煩你現在有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我什麼時候都說了,懂得看片尾 這個菜芯炒得漂亮,形態就已經在這裏 有沒有水飄出來?沒有 現在最緊要就是 萬六重中,不是1.0,1.8 嗯,聽不懂的聲音 還是脆口的,這個芥菜菜芯很好吃 生炒另外有一番風味,好過脆的,好味 幸福